中文字幕——YK 北方人对猪油接触的并不多,但在南方很普遍,不管是炒菜里要放点猪油,做面点时也会放上猪油,猪油几乎是无处不在的,大家祖祖辈辈都吃的东西,为什么会有人说吃多了会生病,甚至致癌呢? 这要从猪油好吃的原因说起来,大家吃猪油觉得下,是因为猪油当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,最高能够达到40%左右。 但现代医学普遍认为,长期受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,会导致低密度之蛋白的水平升高,进而增加心脑确管疾病的风险,过去经济条件不好。 能有口猪油吃那已经是天大的美食了,也没听说过谁吃肉吃多了得高血脂,所以在那个年代,猪油确实是好东西,到了现在,生活水平已经大大的提高了,人们再也不用依靠油来补充必要的营养了,猪油当初有利的地方,反而成了它的弊端。 猪油相比较其他油类而言,有更高的脂肪和热量,如果我们炒菜做饭时,还按照过去的老习惯,每道菜中都放猪油,那么可想而知,每天摄入油脂的量就会严重超标,超标带来的结果就是,增加我们肥胖的危险,至于很多人说吃猪油会导致癌症,这个是存在误区的, 只能说特定的条件下,猪油会产生致癌物质,说它致癌,需要区分看待,如果高温加热猪油,可能会产生类似过氧化物等一些致癌物质,但是这样的情况较少,猪肉吃多了不好,但是这也并不是代表我们就不能食用的,而是要采取健康的方式。 首先我们要控制猪油的食用量,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,每天食用油的量要控制在25克以下。 各位朋友,生活中,你喜欢用猪油炒菜吗?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告诉我们的营养师。 营养师。